麻烦你 送 送 怎么了 哥 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是不是已经瞧不起我了 哥 你别这样说 我们都是一家人 再说了 谁敢保证自己这一辈子 没撒过好吗 陈伯 你忘了你哥的身份了吗 他昨天还在宣传正能量 今天就说他诈君 他以后怎么做人啊 嫂子你不是一直跟我说 希望我哥早点放下 他那公众人物的身份吗 那是因为我看他 一直被他名声所累 一直在劝他 可是现在这件事情 已经涉及到我的家庭 我的孩子 我是一个母亲 我要保护我的孩子 这件事情你不能说 我想到办法了 什么办法 我好歹也是公司的副总 我给老板打了个电话 他答应受伯明 那不就等于 接受他的敲诈了吗 是啊 你满足不了他的 只会让他得寸进尺 我不管 我要保护我的孩子 李良 你如果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不顾忌我跟孩子的感受 我就带着珊珊跟你离婚 你能不能冷静冷静 我话都跟你说到这儿了 说下你自己看着办 是 肯定有人离喷疼了几天 但是 现在一天一个热点 过两点就过去了 没准对咱们买书 还是个好事呢 看你要是说了 你可以不要你的前程 你能不要你的家庭吗 好 喂 我不告诉你 回去什么 不不不 我想给李良打个电话 爸 爸 李良啊 我和你亲爹到了交通大队了 我们商量了 还是决定做个老实人 孩子 至于你的事 你长大了 你自己决定吧 你 我说两句 李良啊 是我 我陪着东山大哥呢 你放心啊 我跟你说 东山大哥这件事啊 不是他的错 是我逼着他去偷药的 我逼着他这个开车 我逼着他让我顶包的 所以这个 我们两个本来是想 不给你添麻烦的 没想到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 对不起啊李良 还有李良 你的事 东山大哥也是我说的 你的情况 跟东山大哥的情况 是一样的啊 你不是主动犯罪 你是被逼的 所以你要放下思想包袱 你要轻松一点啊李良 你不 我 不是东山大哥 我还有最重要的一句话 没说呢 脑袋掉了碗口大个疤呀 这哪跟哪挨的事啊 警察来了 怎么了 帮我组织个新闻发布会 帮我组织个新闻发布会 你可想好了 啊 真要开 组织吧 你已经决定好了 是 我明天去上海 知道了 珊珊怎么办 你把珊珊也带到上海去吧 她还太小了 理解不了这些 理解不了这些 也不应该经历这些 也不应该经历这些 等过一段时间 再让她回来 然后呢 我还去趟交通队 把爸和那个人接回来 交通队说 不予以追究 再然后呢 记者会是明天上午十点 所以我给你们订 明天上午十点的高铁标 你带着山人走 保护好我们的孩子 再再然后呢 我说的是我们两个 好了 好了 我不问了 其实那天您讲说 夏合庄小学捐款的事情 我心里边咯噔一下 这事确实是我错的 我现在学校里来回走的时候 我都觉得自己挺为恋的 院长 我对不起您 对不起 全校的师生对我的信任 我觉得这个职务 我实在承担不住了 所以我今天才会向您 申请提出辞职 希望您能够理解 我看这样吧 还是先暂行停止 你最近一段时间 就全心全意地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 并代表我们向您的父亲问好 好吗 来 走走走 快点去看看 快 快点 走走走走 快点啊 这边滚啊 怎么回事啊 您赶紧过去看看吧 走走走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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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姐 姐姐 姐姐姐 姐姐姐 姐姐姐姐 好遍啊 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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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坑月干嘛在这儿拉琴呢 坑月 他这里比赶多拉琴啊 开头 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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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好用的一个键上 不跟大家分享蛮可惜的 对不起老师 我做不到 我希望您先占上您的恐惧 几个月前 我们向远平县夏河庄小学 提供了捐款 我们捐赠了一间电话教室 捐款兑换成物资 四十台电脑 价值人民币二十万 但实际上 我们的捐款只有十万元人民币 之所以这样做 当时是为了配合 宣传我个人所出的第二本书 我们给夏河庄小学的全体师生 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也给社会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 我希望夏河庄小学的全体师生 能够接受我最诚挚的谦意 妈妈 我们去哪儿啊 妈妈去上海出差 你陪着我啊 顺便咱们度个假怎么样 好啊 那爸爸呢 爸爸还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 既然是很重要的工作 那为什么我们不陪着爸爸一起呢 宝贝 你现在还小 你长大就明白了 有些事儿只能一个人做 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 明白吗 上车吧 不是这样的 这不是事情的全部 那批电脑是很快出了质量问题 可是您跟您的父亲已经做出最大程度的弥补了 除了把以前的电脑全部修好以外 又买了十二台新的电脑 我觉得您不用跟他们道歉了 我来说两句啊 这位同志是我们学校的张老师 我认为不管怎么样 以梁先生还是给予我们非常大的帮助 再者说呢 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 我认为可以理解 非常感谢夏合庄小学 王校长 张老师 给予我个人的言量 但是整个后期的电脑维修 包括重新构进十二台新的电脑 这个补救的措施不是我做的 是我的父亲做的 是我的两位父亲做的 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面 其实也是我的两位父亲给我的勇气 非常感谢大家 我必须要道歉 对不起 妈妈 这不是爸爸吗 他在干什么呀 爸爸在试图做一个诚实勇敢的人 妈妈 我想爸爸了 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呢 想爸爸了 嗯 那妈妈忙完手头的工作就带你回家 好吗 好啊 郭明 你涉嫌敲诈勒索 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就带你回家 找我 你去找我 然后找你 帮我去找我 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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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李楠说他爷爷身体不太好 回来看看 本来是 手术还挺成功的 之前也不知道怎么突然就开始婚姻 我们陪着你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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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看起来 我们来看起来 我来说 你咱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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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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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了珊珊一个白色的三脚钢琴 对了 李良 刘威啊 你们这笔财产里头 有一笔钱是给珊珊买三脚钢琴的 白色的啊 好 买钢琴啊 李良 现在该说到老闺女了 男的男的 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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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有财产 嗯啊 那个 孙博他是搞艺术的 嗯 给点什么呢 对了 八十年代 有一个朋友缺钱花 拿了四匹这个唐三彩的马来找我 要了十二万 我 那可是宝贝 我当时从手里有付以前 我就把这四匹忙了 楠楠 你跟你哥呀都是富二代 我们身材是富三代对不对 这个马咱们就给孙博和李楠了吧 到时候咱一人一批牵回家去 那这个马肚子上没准写着中国制造 微博路专用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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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听不懂什么意思 四匹 就是沧桑三返 对嘛 在哪呢 西安哪 啊 好 好好好 这八十年呐到现在 现在该说李段了 到我了 又又又终于到我了 您说 当年在深圳的时候 整赶上那时候发行股票 提醒我玩意儿啊 谁知道干嘛的呀 没人敢买 没人敢买 朋友就给介绍说 你买个几千块钱的话 反正这玩意儿会变钱 现在我估计也值点钱 给我了 给你吧 账号 交易密码什么的 都在那个小本上借了 对 我借就能买真的保持鞋了啊 你让牛二翠把盆放下 歇会儿让站住 歇会儿 还有牛二翠的呢 还有我呢 能干啥子 当年 满洲礼 那个时候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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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周礼一回来 碰上我一个老朋友 做皮毛活 对 他要成立一个贸易公司 让我入点股 我还真就入了 做了几笔生意 还真是涮那些钱啊 公司要发展的时候呢 一次就让 海关给扣了 那你肯定是走私了呀 公司给疯了 账号也给疯了 你别说 前些日子 都来电话了说 公司现在生意正常 账号也早就没解冻了 现在我的股份依然在 牛二翠 不劳少钱呢 给你了 还用 全给我了 给你了 好啊 这 这以后我不是牛二翠了 好 我是牛老板了 牛富婆 老板好 你说你啊 你这个老东西 有一天进了火葬场啊 你这人都化了 这两片嘴啊 都化不了 摸摸摸 对对对 用密码 大夫 跟这儿住员处 中六可可那儿的 出这个门左转 住员部五楼 谢谢啊 不信 我想起来了 还有一样东西呢 说 什么呀 东山大哥 还有一档子事 恶果是 那一年 后来这买卖都做失败了呢 我又去 买了这个几百亩地 还包了几个荒山 当时呢就种了一些树 可是后来呢 因为没钱也没人 养护我估计现在 就是几片荒山了 但是 但是责任人还是咱 这个山 我送你了 好好好 不要 我 我本来想指这山 东山再起了 看来我是起不来了 对对对 我东山再起 你猎手 猎手 猎手 你去看看 这有人说找您 这是给大爷带的 谢谢 谢谢 李大爷 你还认不认识咱俩俩 李大爷 我呀 打妞 我舌头 我们是从红山村来的呀 红山村啊 对 您还记得销售您来我们村 然后经常跟我说外面的过事 东山大哥 东山大哥你听见没有 我刚跟你说那荒山的那个地方 就是荒山村的就是 不是荒山 李大爷 不是荒山 你原来种个树苗呀 想要整成森林了 森林了 真的呀 现在都成参天苏丽的大树了 你听见没有 那你们这回来是出差呀 李大爷 现在村里的大树啊 生活条件好了 村里的让我们俩过来啊 捡就回去看看 对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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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良 李良 你跟大夫说我得出去啊 我得去看看 我得去看看这个团 东山大哥 你也 你也跟我一块续情吧 是 是 是 去看看这时 这回是属于你的山林了 你这次 还真的是没吹牛啊 我能吹牛吧 所有跟你们说的事 都是真的呀 不可以啊 爸 你把那小粉放哪儿了 小粉我得告诉你们 东山大树 富二过来 您找我 来 请坐 没事 没事 您说 你走了 你父亲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了 出现了全身多瓦性的转移 很不乐观哪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样 花多少钱都可以 我 我听说在国外 他这种情况是 带癌生存率很高的 我们有什么其他的更好的方案吗 你的心境我非常理解 但是 建议目前病人的身体状况 我们觉得 没有必要做进一步治疗的价值了 我们建议做保守治疗 另外的家人多陪陪他 让亲人陪伴他走完人生中最后的旅程 从那天起 我望着不久人世的亲生父亲 希望他能挺住 也就在那个时候 我蒙生了一个念头 一定要带着他 去看看他曾经中选的那片山林 看看他自己的业绩 我知道他想要什么 可我却一直张不开嘴 我一直一直都张不开嘴 叫他一声 爸爸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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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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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慢点啊 没事 慢点啊 没事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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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洗凉跑新鲜空气 好啊 真好啊 慢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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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帽子 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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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哥 好啊 这 空气太好了 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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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das 別吴 冷 够子 够子 communication 夏浩 煩 冯 題 enqu evol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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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梁啊 多少年没这么高兴过 让他放松放松 他从我回到这个家呀 我就没见他这么放松 这么开心过来 这孩子呀 心重 让我给伤得太狠了 到现在都不肯原谅我 你说这些干什么呀 别想这些 李梁啊 这么大了 你说你们爷儿俩那就是两个大男人 他心里有什么也不好当面跟你表示出来 他心里有你 你让我去说我也不好意思开口 是啊 冬山大哥 我不是故意的 真的 我还是很爱他 这些我都知道 医生 咱们换个花子 你看 这儿的风景多好啊 冬山大哥 都遇到死的人了 哪有心情 在这儿看风景啊 我就想着 李梁是我的亲儿子 等我到死那天 我的儿子都恨我 我这鱼心不安 你这说哪儿去了 这从你走了以后 李梁一直没忘了 这我知道 在他心里 父亲这个位置一直给你留着呢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这要走了 这一下子 还真都得交给你了 别说了医生 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你不就想 听着叫你一声吧 好 好 你好 李梁 怎么了 她心情特别不好 跟我说呀 我是要盖着你对她的恨 对她的怨 离开这人世 我劝她半天 没用 其实我知道她心里怎么想的 她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有听到 你叫她一声吧 你过去看我吗 妈 妈 我自己一声 不想跳 你不想跳 哪儿 我 也不想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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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